韩国国产4.5大战机公布 从发展看确实可以比肩F35 怎么回事因为这三个方面 由于韩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不断计划 韩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军备实力提升 不光航母建造逐步推进 最近又开始想着弥补战机战力的提升 据美媒报道称 韩国的五大机计划已于近日通过设计审查 并已进入原型机开发阶段 按照韩方计划 他们的目标是在2026年完成4.5大战机 KFX所有方面的开发 居实哪怕它只是4.5大战机 却可以比肩F35A的高科技机动能力 甚至它的运营成本还是F35的一半 其实对于很多关注此事的军迷来说 韩国的KFX战机计划并不陌生 这一计划早在2001年就被提出过 只不过在2010年和印尼签订了合作计划 那时候他们的目标是2020年完成开发 对比的目标也是美军的F16战机 现在的韩国再次推进这一计划 暂且不提是否有炒冷饭的嫌疑 战机研发成功后是否有优势也是一大问题 根据其开发者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的描述 现在的KFX和之前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战机的性能数据不必多说 就现在的KFX依旧有三个问题无法解决 首先还是它的隐身性能问题 KFX并未设置内部弹仓 只有机身上的六个外挂点 这也意味着五大机最讲究的隐身性能就不可能实现 其次KFX采用的是韩国最产的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但韩国最深的技术并不足以单独研制 虽然得到了意大利的帮助 但雷达性能最多只是接近F16和F35还是差远了 而最近的问题是合作盟友印尼由于近年经济不顺 国内出现很大的资金缺口 接下来很可能没钱投入研发一算了 到时候韩国是否能支撑起这么大一个项目还有待考证 但这依旧不乐观 一个十多年前的计划放到今天来开发早就落后 而且韩国的研制计划一拖再拖 到了2026年说不定问题还没解决 就算十年八载后KFX终于出现 到时候也已经是六代级的天下了 到时候在更先进的第六代眼里 四代半也和五代机没差别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 KFX的确是比肩F35了